我的節目 我的場所一定有職務中 大家一起來溫存一下 我們今天來的很多貴賓 我一定要介紹一位 他也是我四大陸中的大學長 他曾經當過長榮大學的校長 現在也是東海大學的董事 陳校長 他剛跟我講一句話說 他們長榮大學以前沒有音樂器 不過一定要學音樂欣賞的課程 這讓我們很感動 陳校長 你今天看到我們一個小小的診所 一個社會的一個小小的服務單位 當然我們也不曉得 我們有很大的志願 但是畢竟我們不是學術機構 我們不是教育體系的機構 我們一個小小的診所 只有兩個人發行業 一個是我的大學同班同學間室友 他大力支持我 然後我喜歡古典樂 我們就這樣 噴噴噴噴 就一直推廣了今天第二年的 明年的幾場也都是排滿的 明年有六場全部排滿 我預告一下 接下來的一場12月3號 我們國台教育 因為小提琴家要來拉 著名的小提琴學奏群裡面的漫漫樂章 12月3號一樣是禮拜二的晚上 請我的大學長我們的陳校長 你上來跟我們聯絡幾句好嗎 好 不好意思嗎 因為 他是大學長 還有小學 學妹 學妹 學技長 應該是我是一是什麼的 四三 四三三叫四五 我一是三 我大大十二見 就知道我的年紀大了 都知道 很高興 第一次 我們是在Facebook上面認識的 他不是說你是學長嗎 當然是學長 然後看到他給這個節目 然後今天我內人也在這裡 他也是學鋼琴的 他就說 誒 因為當好不是好朋友 所以一定要講 剛好有這個機會 就來了 那我剛剛簽的時候 我在那裡 打卡 我上面寫了 他說 打零的 你那個人做的愛進台 上天花 這非常很great 那我想這個 我們剛剛那個 這一次知道 我們常委大學 從創校到現在 音樂清廠是全校必修 全校必修 那所以說 你們 沒有音樂系 為什麼要修音樂清廠 台灣的音樂家太多 但是購水準的 聽眾太少 所以我們要培養一些聽眾 讓他們學一聽鼓的音樂 因為現在年紀很不聽這個 人家真的不聽 他根本想嘗試都不想嘗試 他是不是進來一些什麼 那其實我剛剛跟 跟 政權 學弟講 我們還已經 很結束的學弟 全部是 適當中畢業者 叫做 補業店 但是我們不用推銷 都是課盤 奇怪 到我們學院演奏的時候 排得好長 兩三千人在那裡 我叫教官 就維持一下資訊 教官說不必 因為我們弄到路 靠牌了 因為他們 就像我 人家很乖 那也是音樂的力量 做不同的成績 我想說 古典音樂 真的很欣賞 我們正義師跟院長 願意來推廣古典音樂 我想讓我們的社會更強 那我想 今天是很高興 知道我們台中文在家 出了二十幾年 然後不曉得 有這樣的一個音樂 算很多人不敢 啊 到我們到先走了 再說現在可能就 可能做現場 可能比較大間 今天很想到我們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好 再來 從中文衛道中學 也有一個衛道中學的大學長 我們來了 學長王文濤 從大學長也給我們分享一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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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也是在 臉書認識 因為第一次見面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把他 這個 我的畢業青年冊 那 然後 因為剛好我 我退休五年了 這三年我也開始拉小題 然後我兒子的時候 有拉小題 那中間有將近四十年 沒有拉 就對那個 很有興趣 而且需要是非常有興趣 那老師呢 因為這個是我六十七年參加 這個團台上 中部大學連拐 晚前六十七年 六十七年的演出 裡面有我 謝謝 那我們剛才團台 這團成學 現在就是大學的經驗 那現在有一個名指揮 以前在裡面 一些異音提醒的 那說他台中立中的 當然不是音樂團台 台中立班的 後來才降 未來要練音樂系才出考 他本來跟我同一屆 後來變成 跟這個學弟同一屆 郭廉昌 等一中 郭廉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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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你看看 所以我差不多三十八年 都沒有摸起 然後最近把情緒整理好了 所以我這個 很平靜 尤其徐老師 我非常平靜 不是對你的 太好了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說 因為女生嘛 和我男生 我是小個子 我以前放棄 搭琴就是因為 手小 那後來我才發現 錢很有用 因為我可以把八分之七的 不一定要到十八分 還有 他要把什麼表情去看一下 因為他是老琴嘛 老琴的紙板比較窄 對手小才容易 我不曉得 徐老師是這樣講的 因為我發現他也有些障礙 警察 他在ático 他就去說 他的第四指 他是幹他 一個人 那我去那個 那他組 一個人 一個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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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各位 各位好 我說過了有點小遺憾 就是如果第四遍 我會請這個一個生業家來看 對不對 我們的生業家 我們的小名鼓中的有名的老師 許淑堅老師 她的先生是藍國縣醫師公會的禮物 我們她現在也是住前面老羽 所以她今天也來 我們請許老師 你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吧 許淑堅 許老師 各位好 我也是 我的身份是音樂人 那我想真的很佩服鄭醫師 一度這樣子帶領 因為我們真的台灣有很優秀的音樂家 可是真的 就是像剛剛院長 這個長榮大學校長 她說的 我們真的需要來配養更多的聽眾 那貴醫師我也是從這樣子 從聽了她的導演之後 然後一路這樣子幾年下來 那我也跟隨著她 就是我覺得我們能夠在這樣的一個舞台 我已經在小名鼓中已經頒退休了 可是呢 我覺得這個舞台 其實是由大家一起共組的 所以呢 我能夠在這個年齡 然後又可以唱 其實我也很開心 而且聽到這麼優秀 今天這麼優秀的三位音樂家在這裡 而且也就是最重要的 感謝這個鄭醫師 這樣的一個舞台 然後我們要更要去支持她 要持續的熱情 這個是堅持 音樂家也要堅持 然後這個導靈者也是用她的熱情堅持 我們更要用那個行動來 感謝鄭醫師 謝謝 當然大家感謝我 我都接受了 可是我所有的感謝已經都在推給我的同學 當然很多人都是我們 還有我們第一次來我還是介紹一下 我們大學剛好也是同班同學 又是同事有三年 那我第一個被第一個接受 我導靈的就是她 我到學每次去當天我會說 我到學校的這個沒有聽到你看 嗚嗚啊 就這三個講說 她就被我半強後的推銷了 結果 過年之後 她在這邊開這個診所 然後從去年開始 她給我食指上的贊助 食指上贊助很重要哦 小屋單純五米之吹很重要哦 所以我們今年你看 就是這麼多的音樂會 然後第五場要到高雄 因為她家在高雄的大埔寧安和診所 也花了25億要蓋一個安高安醫院 就是一個醫院 那我們今年的10月13號 要在至善天辦一場音樂會 明年想去衛舞 希望這樣 那今天絕對大家不要只感謝我 當然我也是很努力的 真的我也是佛命相把 把我們兩個一個商店 把這個美好的事情 在台中的社會 花園起很好 所以最後 我們一定要請我們 許董事長 許田遠醫師 來跟我做一個Happy Ending 我是第一個被討論的 被政醫師導的 現在還是感覺蠻幸運的 因為她那時候 跟我講幾句重要的話 就影響了這一生 她第一次跟我講說 唉呀 你聽音樂是要很用心認真聽的 不是把它當背景音樂 因為當手錄定的都是卡帶的 就是沒看出的 沒破煙音樂 根本這樣沒有用 你要很認真聽 那我才知道後面還有 有第一組 有第一組 然後她就講第二句話 感動 她就說 嗯 你仔細聽喔 聽到第一百遍的時候 你會比第一遍還要感動 那你現在聽的那些 什麼鄉村音樂啊 民歌啊 聽一聽 你變個錄音帶 然後就丟掉了 唉呀我想 因為那時候我們都是窮學生嘛 像 比較值錢 錢應該放在 古典音樂上面比較好 因為可以聽一百遍兩百遍 可以聽越好 結果我現在還有一千多久錄音帶 從大學時候一直聽過來 因為她又跟我講了第三句話 她跟我說 哎呀你知道嗎 你聽久了你都知道 不同的業團 演奏 還不一樣 才我後來又認識 我上去收集 就那麼追有一千多久 後來我到金門無比利亞 很辛苦 因為在領導 在蒙古裏 就是大打二打 那在那邊當軍利亞 那你寄卡大家給我 就是這個海浪生半學 這個古典音樂生 很認真地把這個 醫學的書啊 和書啊 那後來才考取第一名這樣 所以 後來我求學的過程裡面 我就覺得這個 音樂幫助很多 所以如果 有這個機會 有這個人份 可以贊助 鄭醫師的話 因為我也是受益者 是受益者 所以我們13號 在高雄 我跟這件事說要辦大 不辦那麼太小 所以我就贊助了 有多一頁票 13號 等一下 講成來說 如果大家 中部地區的人想要去聽 或是你們親戚朋友 你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有票可以送給你去聽 對對對 十月十三號 然後在高雄 禮拜天在高雄的至上天 如果你們自己 或是你們親戚朋友 在高雄想去聽 跟我們聯絡 我們會免費 票 送票 對對對 那大家 都歡迎來 票賣好 送給我票賣好 但 等人都 都免費了 可以帶大家進場 就是說 明年我們 當然 也正式說 我們 還可以到更好的場所 可是要申請部電會過 所以 沒有 已經申請了 到部電會過 有很多人已經申請了 那他要零分的 這個 不過 我更喜歡今天這樣的場合 小小的 很親近 你音樂家很接近這樣 這個感動 你再大的場合 所以 這個 歡迎大家以後常來 明年我們還會有六場 對對 明年六場 我幾乎都已經排滿了 好 我跟你講明年六場裡面 很精采 有 有蕭邦的鋼琴壽名曲 然後有什麼 有 有那個莫扎特的 那個素敵協奏曲 就是我跟大家去 台中生意 生意戲院基因的 那個遠離非洲裡面的 一個片段 為了你 有這首曲 知道嗎 遠離非洲 讓莫扎特的素敵協奏曲 有那個 布朗斯第一號的 鋼琴三重奏 也有 布朗姆斯的大廳請眾名曲 那也有很多 甚至一大堆燦爛大關 啊 我們忘記了 我們請 明年講的 好 明年就要來 上禮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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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所以 我對台中的 我對台中的印象都只有高鐵站跟學校西館站 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真的在台中這樣的從地演出 然後我覺得還滿特別 因為相對 挑高其實聲響真的還不錯 所以 也 謝謝 也要請各位 就是每一年三四月的時候就 助理一下我們一起 恭喜大家給下一次 謝謝 好 那今天我們前學妹請出品 請老師 大家好 其實我是台北什麼 所以基本每次 pavement就削 hog 哇 哈哈 哇 然後真的很講 跟大家講的是這樣子 然後一次 那今天的最重要是感ily 的營餉 是不是 我都覺得這些 принципе 就是 大家 就是 真的很 很信譽嘛 因為其實我覺得台北沒有這樣的一個 真的沒有這樣的一個高音 然後我覺得 用學長的話語 他 讓大家感到更了解 比起我們講起來 好像有點表演 我不曉得你 我剛剛聽學長講的 我也聽得很懂 希望我們快有機會 再來 還有今天其實 份量最重的 是誰 趕緊起來 從頭到尾 他會的講聲 從讀作和合作 之下對好自己 也是我們的學員學妹 張曹平 張老師 大家好 很感謝有副醫師還有院長的 安排這個營養會 讓我在很炎熱的手架當中 可以練這些格力格 這個北歐的裙子 每次我一練就覺得 有一種很清涼的感覺 然後 也是 第一次跟兩位營養長 他們也都不有的勸解 然後 對 合得很快 然後 另外 另外就是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也有在北科大 就是交通室 所以我覺得 每次聽到這一次的導演 都非常的 感受特別深刻 就是說 喔原來還可以有 這樣子的導演的方式 還可以這樣子 運到 從來沒有聽過 國際音樂的選擇 來聽這些曲 那最後 跟大家也宣傳一下 我12月19號 在台北的國家音樂 演奏曆 我有開一場獨奏會 是 全部都是小幫的曲子 有親完好友 或者你們想上去聽 他都非常滿意 謝謝